第十七课 在最美好的时刻离开 一 听力 第一部分 第一到六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一题 一 这个胃药你晨起和入睡前各一次 一次两片 记住了吗 好的 我明白了 谢谢大夫 胃药应该怎么吃 二 亮亮是不是感冒了 一直打喷嚏 是 幼儿园这段时间感冒的小朋友特别多 肯定被传染上了 亮亮是怎么感冒的 三 老婆 我的腰带用最里面的洞眼也有点松了 你得帮我再打个洞了 好的 看来你这段时间减肥很有效果吧 从对话中可以知道难的什么 四 看你今天还是不怎么动筷子 是拔的那黑牙还疼吗 要不要给你做碗面条 是还有点疼 看着什么都没胃口 女带是什么意思 五 小刘怎么辞职了 干我们这行业的生活不规律 她孩子小 离不开人 关于小刘可以知道什么 六 昨天的电影你觉得怎么样 开头部分还挺精彩 但结尾部分太平常了 有点乏味 女的觉得电影怎么样 第二部分 第七到十四题 请选出正确答案 现在开始第七题 准备什么时候登记呀 就我生日那天吧 以后生日和结婚纪念日一块过 好记 哟 那马上就要到了 要你妈过去陪陪你吗 不用 等婚礼的时候 您跟妈再过来吧 女的马上就要做什么了 八 行李都准备好了吗 要我给你叫个车吗 不用 一会儿公司刘秘书开车来接我 你换好登记牌了吗 换好了 昨晚就打印出来了 放心吧 到了给我来个短信 他们现在最可能在哪儿 九 童童高考填报志愿的事 我怎么都觉得 她那么报不太好 女儿大了 这事我们还是应该尊重她的愿望 家里还有安眠药吗 这两天总睡不着 我看你是心事太重了 你少操点心 比吃什么药都强 女的这两天 为什么睡不好 十 小李精神状态不太好 抽空你找他聊聊 安慰一下 他怎么了 最近公司业务不太顺利 心理压力比较大 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放他几天假 出去玩玩 女的觉得 小李现在需要做什么 第十一到十二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对话 夏天冰箱里保存的东西一多 就特别容易有异味 我听说 拿几块新鲜的橘子皮 放在冰箱里 可以去掉异味 这季节哪来的橘子呀 据说茶叶也能吸收异味 你别打我那龙井茶的主意 我都舍不得喝 能给你这么浪费 看你小气的 我们同事说 拿一小块生面放冰箱里 效果也不错 你试试 这倒是从没听说过 那晚上做馒头时 我留一块 十一 这两个人主要在讨论什么事 十二 关于男的 从对话中可以知道什么 第十三到十四题 是根据下面一段话 我们的皮肤就像一个袋子 把我们包裹在里面 我们的身体里大部分都是水分 同海水一样 我们身体里的水也是咸的 也会蒸发 风和阳光都会带走体内的水分 而皮肤能阻止身体里的水分流失 太强的阳光会伤害我们 皮肤则可以保护我们 避免受到日晒 同样 皮肤也可以让我们远离那些脏东西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有些脏东西会让我们生病 皮肤还可以感受外界事物 它能感知冷暖 感受到疼痛 例如篝火让我们觉得温暖 而砸在脸上的雪球 则会让我们觉得冰冷和疼痛 十三 关于皮肤 下列哪项正确 十四 这段短文主要介绍的是皮肤的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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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